展主音樂 鼎姐妹,早安 今天很棒 這麼早就能說道的時候 待會也很快飲茶 所以跟你關係,放心 準時完成 鼎姐妹,我相信大家也有一個家庭 你有育身的家庭、熟齡的家庭 你上一代父母也有家庭 家庭对你来说大影响吗? 很大影响 我相信你的上一代 可以把美好的东西传留给你 健康的东西传留给你 但又不刻意 他也不是想 会带给大家一些不太健康的东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所以今天很想跟大家开始 一个新的主题 原生家庭 对你们生命的影响 我印象之中 当我结婚的时候 我太太阿茨 阿茨她戴敬拜 现在就照顾小朋友 儿童教会 我和她结婚的时候 我发觉有点奇怪 为什么 那么有趣 她好像不想找我帮忙 但我也挺有责任感 我做事都不错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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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她不找我帮忙呢? 还要是有时我做一些事 帮忙的时候 打你家里的时候 她好像有点不放心 要搶起来一起做 然后我就问她 你干什么事? 我正在做的 我正在做的 为什么你搓一只手过来做呢? 对吗? 咦? 接着她才发现 没有啊 没有啊 直接就是了 对吗? 我正在抹桌子吗? 你却搓一只手来抹桌子吗? 她很似不然 这些动作出现了 对吗? OK 接着之后 就和她一起细心地发现 原来是她原生家庭 对她不自觉的一些影响 她为神信了主 对吗? 她有一个很爱她的老公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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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又回了一间很爱她的教会 但原来生命里面 有一些东西 奇奇怪怪的出现了 当她和她一起寻思 一起祈祷 发现了 原来她妈妈 她妈妈给了一些不好的观念 因为她妈妈其实也 可能成长里面 祭园不是那么好 接着就和老公离婚 也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 所以她就和 次贯从小到大说 不要相信男人 靠自己 什么都靠自己 就是从小到大去说 总要 就是你要有私家的钱 收起来 对吗? OK 那她就信了主 对吗? 应该这些的 在教会里面 其实已经 借着神的话语 有些是根深 但谁不知 原来发现 其实上一代 给我们的一些 不健康的思维 其实 原来我们没有处理的时候 一直会影响着我们 对吗? 不自觉也会影响我们 重重复复会发生 很感恩 发现了之后 就和她一起祈祷 拖除这些 是上一代 对厚恥 生命里面那些的影响 是呀 那些的 不信男人 是呀 男人是没用的 男人是不行的 这些想法 完全离开她 OK 要靠自己才行的 这些的想法 要完全离开她 很感恩 她开始懂得依靠我 OK 她感受到 我对她的爱惜 是真的传言的 毫无保留 是做到最好的 当然也会有点特别的 其实我也会 但是她开始 只有自由 只有释放 顶姐妹 不单单在 我们家里的例子 厚恥的例子 其实圣经里面也有 但是当然了 什么叫做原生家庭呢 原生家庭呢 其实是包括 三代的人 最少三代的人 就是从你自己出生 或者成长的家庭开始 你自己 你的父母 或者你再上一代的 祖父母 或者外祖父母 三代的人 最少的 但是可以再上一代 再上一代的 祖先 都会影响着你 而其实 很重要的就是 刚才也说了 你上一代 或上几代的 那些的思维 行为模式 或者处事的态度 或者一些不好的观念 其实不小心 就会存留在下一代里面 影响着我们的心思 影响着我们的思维 所以为什么 鼓励顶姐妹 你要熟读神的话语 因为神的话语 是叫你生命得自由的 阿们 可不可以和你哥哥 记得读神的话语 刚才我说 其实不单单 阿刺 可能不知道 顶姐妹 你会不会也有这些状态当中呢 想到影响着你 特别是一些不健康的东西 圣经里面有一个好的例子 有两父子 一起说 阿伯拉罕 他儿子叫什么名字 阿伯拉罕 是吗 对 他有很多的思维 行为模式 正正就是他爸爸 阿伯拉罕 当然之前他的名字叫阿伯拉罕 受他爸爸的影响 导致他爸爸的翻版 做一个翻版 我们看看圣经好吗 好吗 好 很快的 阿伯拉罕 他们的问题是 遇到困难就退缩 就逃避 是吗 当时他们遇见大饥荒 阿伯拉罕就想离开 神叫他 拣损他去的影响之地 就下了去埃及 接着 过了十多章 那时候 以撒还没出生 而以撒又出生了 遇上一个饥荒 以撒又遇上大饥荒的时候 他又想逃避 是吗 想到埃及了吗 那你觉得很特别吗 一模一样的 其实 不过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刚才我说的就是 神给阿伯拉罕和以撒 有一个应许 要带他进到一个应许之地 是流泪与民 很丰盛的里面 这一刻未必立即有 但是他遇见一个大饥荒的时候 就忘记了 退缩了 会不会我们都是呢 其实 遇上了困难 很快就做逃兵 就立即走了 忘记了神给我们的应许 阿伯拉罕和以撒 一样 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 两个都是 因为他据怕而说 大话 阿伯拉罕去到埃及的时候 他很担心 很害怕 很害怕什么呢 他老婆太美了 然后埃及人 就为了抢走他老婆 而杀了他 所以他为了 他又不想被人杀 然后就说大话 不如跟他老婆说 如果假設埃及人跟你说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兄妹关系 你是我的妹妹 是哪里的吗 好吗 很特别是什么 这一幕就这样出现 然后到以撒 以撒 他又去到埃及这个地方 去到基拉尔这个地方 又是同样的事情发生 因为他老婆又太美了 很害怕被人抢走 然后杀他 然后又跟他说 不如跟周边的人说 这个是妹妹 你看到吗 一模一样 但同样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他怕而说大话 OK 第三个例子 OK 他们就是说大话 称他老婆就当为他的妹妹 其实这个行为是什么 为了自保 而作出一个自私的行为 差点没有了他的老婆 你看到阿伯拉罕 埃及法老王 其实就召喀阿伯拉尼 喂喂喂 你过来过来 什么事啊 又说是你妹妹 怎么知道是你老婆 我差点把他招了 搞错啊 接着到以撒了 阿比米勒王 接着又召喀阿以撒来 来来来来 喂 搞错啊 又说是你妹妹 你老婆来的 差点文中 有些人 搞你老婆 跟他一切 即是同房 搞什么事 两个都是 因为为了自保 做些自私的事 差点连老婆都没有了 刚才说了一些 不健康的事 总有一些正面的 OK 阿明 阿里面 OK 第四 阿伯拉罕 是敬畏神 是什么 他敬畏神的 他聆听神的指引 所以 耶和华对阿伯难说 你想想 其实神是很想 跟我们说话的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有没有敏锐的心 有没有聆听的耳朵 有没有敬畏神的心 要不然呢 听到等于没有听 还有神也很想寻找我们 让祂能够祝福我们 但是我们也要听的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 阿伯拉罕 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对不对 他愿意听的时候 这种生命 也带给以撒一样 耶和华向以撒显然 当他遇到一个大饥荒的时候 想走 神就告诉他 喂 你不要到埃及 你要停留在这里 因为这个地方 是我给你的应许之地 是什么 对不对 顶姐妹 所以上一代 都会有一些好的东西 给我们 然后接着 还有阿伯拉罕 第五点 他顺服神 他听完了 神要参应他 离开本族本家 去到神要你指示的地方 他有没有去到 有啊 他立即去行动 去顺服神 这份美好的质素 也带给以撒也是这样 以撒听见 神他说 喂 不要到埃及了 停留在这里 他就立即住在这里了 喂 见到吗 摄顶姐妹 原来你在人生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一些 不断重复的 固定的模式呢 好像剧本一样的 剧本交给任何个演员 他要怎么样的 演剧本里面的内容 一模一样的 不可以脱离的 A演员 他就要这样演 B的角色 也是要这样演 不论你是谁 都是这样演的 你人生里面 其实会不会 都是这样的固定的模式 不断出现呢 就好像一个 在辅导学里面 说情绪按钮 一起说情绪按钮 知道什么是情绪按钮吗 你遇到某些情况 某种事情 你就会有某种 的指定的行为反应 情绪反应就会出来了 OK 例如有一堆东西 你们心思一下 你有没有这些 这只是一些冰山一角的例子 例如 无论你达到任何的成就 很厉害 但还是觉得很不开心 也没有什么成就感 会不会是这样的 有时候看不顺眼的时候 或者遇到一些 跟自己的期望有差距 其实未必很大 只要有少少差距 就很容易发生了 搞错 怎样会这样的 动脑 不知道会不会 有时候父母 照顾孩子一样 孩子少少做不到你的标准 就觉得 搞错 我说了很多次了 什么是情绪按钮 什么是情绪按钮 这么突然爆炸 没有步骤 其实你做得不好 可不可以这样做 如果他做不到的时候 再加重一些语气 再加重语气 不是的 什么是情绪按钮 一做不好 就爆炸了 这些很固定的情绪反应的模式 就会出现了 OK 还有 会不会你对其他人的评语 很过分重视 做了一些东西 然后很期待别人赞赏 有没有赞 怎么怎么也不赞赏 可能还不赞赏 又或者赞赏的这么少 这么简陋 那么精彩 为什么你不多一些形容 还有奇怪 可能他赞你了 他华矣人 你赞鼻是否真的 讨好我 是吗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反应 又或者有时候 当感觉到被执被批评的时候 很容易联想到自己 很差,没什么价值,没什么用 遇到人生的困境里面 很容易感受到一些悲观 恐惧情绪,激动 之后又如何? 就会逃避,找藉口 甚至有时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 可能有反击 拍桌子,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其实很想表达一种什么呢 其实是愤怒之余 很想逃避,不想你 就是这样 又或者会不会我们 有时会停留了一个 否定自己,就作自己 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弱者,受害者 还有 会不会有些情况就是 长大之后很恐惧 在上位,很有权柄的人 一些表达 为什么呢? 真的,有一个弟兄三十几岁 他很害怕跟父亲对话 为什么呢? 自小被父亲狂闹吗? 做什么都闹 所以其实他现在这一刻 对父亲也有一种距离感和恐惧感 甚至对一些很有权威的人 有时都会有些萎缩影响着他 真的有这些人 当然还有一个点 其实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没有 拍拖或者结婚之后 不停在相似的理由下 分手或者离婚呢? 会不会呢?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很想给大家一些反思 我们有没有落在这些情况里面 当然这些只是冰山一角的例子 但我想让大家去思考一下 我会有没有一些情绪按钮 有些重复的思维模式 或者一些情绪反应 不断重复重复发生呢? 在某些的情况下 就会激发你 有这个状态出现 可以吗? 兄姐妹们 可能你是很健康的 听过吧 Win Kim OK 可能对一些人来说有些帮助 但有些人你已经很健康 我想鼓励大家 那你去学牧养吧 你会出帕望了 基文长老告诉你 我们会出帕望 一起说会出帕望 你会出帕望 那你就要去牧养主的羊 那你就学这些 怎样去帮助一个人成长 解开他生命里面的 仇敌给他们的一些形类 以致他经历自由 阿们 Hallelujah 所以今天你要留意 你有没有 今天的你 在生活里面 有没有不自觉呈现 这些不健康的固定模式呢? 不断重复在你的生命里发生呢? 如果有 你要做些什么? 一起说 寻找根源 你唯有寻找根源才能够连根的拔起 以致你经历全然的意志 和释放和自由 对吗? 为什么呢? 因为 你不寻找根源的时候 这些情绪反应 会不断重复在你生命里发生 对吗? 是前扇扇你 你不单纯扇你 你的反应是会影响另一个人的反应 对吗? 行不行? OK 比如刚才我说了 有些人都已经赚你了 好像Brian哥哥 他也经常欣赏我 其实是 谢谢你 但他觉得 你这么欣赏的 心里面觉得 喂 这么虚假的 这么假的 然后又觉得他不行了 OK 是什么? 明明其实他真诚欣赏我 但我里面真的觉得他假的 那我就带错了一个有问题的眼镜去看他 他明明是真心去祝福我 肯定我 是吗? 行不行? 假设他这一刻 譬如你觉得 Winke怎么搞错 用我做例子 是吗? 如果他有反应的时候 他可能又进到 另一个情绪按钮的 重复思考模式 当然Brian很健康 非常好 欣赏他 先给Brian 很喜欢 所以鼎姐妹 原来今天我们得着自由 是帮其他人得着自由 是吗? 要不是你的情况 会影响身边的人 所以很重要 我们要寻找根源 但是寻找根源之后 我们要经历主的医治 这个是第一步 未来会再跟大家分享 如何破除这些属灵的盈利 阿们 好了 今天我们从一个基点里面 我们学晓 如何经历 寻找根源之后 去经历神的医治 阿们 好了 那我们看这个《诗诗记》 第一章 第六章 OK 第一节 我们先读这节 好吗 准备 1 2 3 以色列人又行 耶和华眼中 汉为我的事 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丁日 手里七年 我们一起说 又 这帮以色列人 又犯罪得罪主 其实他还没学晓 之前的一些教训 因为离开了主 真的不能够做什么 但是他一次一次 又犯罪又拜偶像 死性不改 不听神话 结果如何 失去神的保护 记住 神很想和我们一起 是因为他们离开 以至他们失去神的保护吗 结果是怎样的 结果就是在第二到四节里面说到 某些人就欺压他们 又抢夺他们的财物 攻打他们 搞到他们 哇 整国差不多被灭亡的一样 但是神很好 猜猜 是 基颠 基颠 你就是大力的勇士 你去拯救一帮以色列民 好了 接着来的片段是什么呢 神的使者和基颠一个对话 我们就探索到了 原来基颠 在这个过程里面都受原生家庭影响 一起读好吗 第十二到十六节 一起读好吗 准备一二三 以和话的使者向基颠显然 对他说大能的勇士 以和话与你同在 基颠说主啊 以和话若与我同在 我们何次遭遇这一切事呢 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 以和话令我们从埃及上来吗 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那里呢 现在他却丢弃我们 将我们交在米丁人手里 以和话观看基颠说 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丁人手里 拯救以色列人 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 基颠说主啊 我又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 我家在马来西 自派中是自贫穷的 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 以和话对他说 我与你同在 你就必击打米丁人 如击打一人一样 Hallelujah 好了 我们看看基颠 不是基颠 基颠是什么 基颠的原生家庭是什么 第十五节是什么 第十五节看到什么 他的原生家庭是什么 知道吗 自贫穷 很贫穷很低下 好像以色列有十二支派 他说到十二支派里面 他是最低等的支派一样 很差很差 很贫穷 完全没有腐足的生命 好了 还有自微小 你看到基颠的父家是怎么看他的 很低眉的 没鬼用的 看他不顺眼 他的原生家庭就是这样看他的 很差很差 还有一个补充 刚才开始马来西这个支派 他们是什么 拜偶像的 特别基颠的父亲 他是离开耶和华 去拜巴力先知的 他是一个主持人 所以你想想 其实在这个原生家庭长大 对基颠有什么影响 大家有什么影响 猜猜 还有自卑 还有呢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可以先问一下Brian 不是 对了 对了 你很渴望啊 OK 对了 你觉得他是如何 在这个原生家庭长大 会变成如何 没有信心 很容易胆怯 哇 中了 给掌声 Brian 第一件事 他自我形象 高还是低 超低 对吧 他相信他自己 在家中 没有出色 为什么 由小到大 他的家人 可能他的家族的人 都看他 你没有用的 那么怕事 各样东西做得不好 你想想 其实他都会深受在这个家庭长大 他都会觉得自己很差 不行 自我形象不好 所以 你看到 刚才在经文里面 神不是挑选他 做以色列人的领袖 他的反应是什么 蛤 我 哪有可能 诸多藉口 想拒绝 对不对 因为自我形象太低了 即使邀请你去做一个领袖 他都觉得没有资格 所以鼎姐妹 鼎姐妹 教妹经常说 你也可以做家长 对不对 对不对 跟你说你也可以做家长 对不对 对不对 参与你做家长 做领袖 不行 所以你要想 你会不会自我形象低了一点 OK 第二 胆小挪弱 第十二节经文 主啊 我又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 的确其实 因为自我形象低 所以其实他很恐惧的 一个人胆小怕事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 面对困难 他会形难异上 不会的 是 遇到一个很大的任务 很艰巨的任务 不要 不要搞我 我再者女 请叉演他 他得点 他英俊 他厉害点 他厉害点 OK 你呀他呀他呀 不要我 怕事 因为这个原生家庭长大 影响到他 还有 牢骚满腹 不断埋怨神 是吗 第十三节 当神差践他的时候 他会怎么说 是吗 主啊 你在哪里 是吗 你说和我们一起 你说拣选我 搞错 我都发现不到你在哪里 是吗 我们这家家 这个家族搞成这样 是吗 被米甸人 是吗 去攻击 是吗 我们的土产没有了 是吗 你在哪里 是吗 搞错 是吗 你说要拣选我 拣选我做什么 我都做不到 如果你在这里 什么都搞定了 是吗 是吗 几点不断埋怨神 看不到神的能力 的彰显 为什么看不到 是吗 其实有明白的 是吗 为什么明白 是吗 因为整个家族 已经离开了神 是吗 离开了神的保护 不是 记住顶姊妹 不是神要离开他们 是他们离开了神 他没有了这个保护 那就搞成这样 所以顶姊妹 我们有没有发现 其实人是很有趣的 是吗 问题在哪里 问题其实在他自己 在家族 在他担选 在他担选 这个就是 反映着 我们人的罪性 当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就会担选 旁边的那个 甚至说 担选神 你都不帮我 你在哪里 是吗 是吗 其实明明是我们离开了神 神先没有办法去拯救 即是我要帮你 你也要应激的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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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应激怎么帮你 其实 出顶姊妹 对了 基甸在这个原生家庭长大 搞成这样 所以一个总结 在什么样子的家庭长大呢 孩子就成为什么的人 对不对 是一个循环 如果 你 和你的子女 你的表达 是很多负面的 有没有肯定 其实他成长得很自卑 然后他长大的时候 其实他都会一样的 他学了上一代的表达 就骂爆他下一代 你记住 罪呢 罪呢 罪性呢 其实呢 那个的延伸呢 是越来越强烈的 其实 今天不探讨这个问题 下一次和大家分享 罪性 是只会越来越强烈的 其实 不会减少的 其实 所以你今天 你很多负面 你有五度的负面 可能去到你下一代 就会有十度的负面 而他下一代就有五十倍的负面 就会产生起来的吗 所以有一个不健康的循环 好了 那我们怎么解构呢 先第一步 好了 我们看看这幅图 我们要从父母的情绪行为 去意识我们的原生家庭 对我们的影响 好了 下一幅图 好了 现在你想想 你父母亲是怎样的呢 可不可以下一幅图 这里有 18项的一些形容 行不行 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拍下吗 其实 因为很重要 你的父母亲是直接影响着你的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我们下一幅图 好吗 如果你的父母亲 其实情绪是很波动 很激动 蛇都很激动 没什么平静的时候 也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 我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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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错的都要咬回 才是对的 然后呢 还有 在人面前 羞辱你 就觉得你不好 你看那个小名 好过你几倍 人家考DSC 好过你 你呢 即是 我考虽20分 虽然进入大学 但其实也没什么用 喂 进入大学已经很好了 为什么还骂呢 好了 很少 或者没有什么 就是聆听你自己的需要 或者不明白你的感受 不聆听你的感受 所以如果这些上一代是什么呢 其实呢 我就形容为 控制 情绪化 固执 专权 这一类的上一代 会影响下一代是什么 就是很容易发脑 因为他也这么容易发脑 有缺乏自信 很容易恐惧 因为被人骂 你知不知道被人骂的 OK 你被人骂的时候 你会很害怕 其实也有一点害怕 所以其实你也会很害怕 如果你长期都在这个情况下 你都不敢去表达 内心里面 其实有一些情感想表达 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因为一表达 我怕又是另一个火山爆发 所以在人前 没有办法去讲自己的需要吗 真的有这些 鼎姊妹的 有些青年人 就算可能二十多岁 或者三十岁 都会有这些情况出现吗 很真实的吗 所以鼎姊妹你要流失 这些会是你的影响呢 下一个例子 下一个例子 如果你的父母 遇到困难会失踪的 和上一代的爷爷妈妈 关系很疏远的 亦都因为工作 活动 各样东西 常常都 absent 不在家里的 另外 亦都很少拥抱你的 触摸你的 又或者譬如 他为了 犧牲自己的活动 就是 犧牲自己的安排 应该说 很少牺牲自己的活动安排 跟你在一起 那这个上一代是什么呢 刚才说 上去缺席 跟上一代欠缺沟通 情感薄弱 工作狂 顾及娱乐 会对下一代产生些什么 没什么归属感 安全感 很容易是什么 很容易 其实 有两个情况 因为情感失调 关系这么薄弱 或者完全是 懒感 我想告诉你们 这里在座 可能有不同年纪的人 有三十多岁 到七十多岁 到八十多岁 我爸呢 他七十八岁 应该是七十八岁 OK 我今天 原来发现他 现在这一刻 都受着他原生家庭的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当他感恩 之前祈祷了 好回 现在呢 重新跟我妈一起相处 我其实 常常都日对夜对 然后呢 当然了 我爸也有些东西要限制 不可以吃 有些东西不能吃 有些东西不能喝 有些东西不能喝 我妈就有要求 很有纪律 令他要折制 然后呢 他们就有很多的冲突 很多的冲击 然后呢 我爸呢 其实呢 他里面 其实呢 他看不到妈妈对他的好 反而呢 其实呢 有很多的反击 反弹 其实 我就发现 为什么他会这样呢 我说 整个人都对他好 但是呢 他说 我说 我知道我妈妈好 但我不会说 我不知道怎么对他好 就是不懂表达 我就是这样表达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呢 再想一想 因为我爸爸呢 其实呢 是 是 是养子 什么意思呢 他都不知道现在 他亲生的 爸爸妈妈是谁 他自小 其实呢 就已经是 买了给 现在我 所谓叫妈妈 这个人 是的 就是我的妈妈 不是真实 有血缘关系的妈妈 是的 所以其实 自小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对吗 其实那个年代 就是 就算你在这个家庭里面 其实你要工作 很小的时候 就要出来打工 其实都没有什么 跟他的上一代 就是我后来的妈妈 的相处都没有什么 是吗 自小不断去工作 也都身边的人 都没有什么 跟他一起联系 甚至呢 你怎么认识我妈妈的 是吗 他说 没有啊 其实都是想看 OK 那你们做什么 没有什么做的 看系 然后吃饭 吃饭你干什么 没有东西的 没有东西的 哈哈 那这样 你想想 其实他的拍拖 其实是 好像盲分瓦架 之后就 就一起了 原来没有什么沟通 现在才学习真正的沟通 你见不见到 其实他原生家庭 带给我爸爸 现在有个很巨大的影响 但很感恩 当我说 我要牧养我父母的时候 现在重新要教我爸爸 他怎么说 其实 是吗 感谢妈妈 其实 哇很好啊 多谢你啊 他以前不懂 我说 我不懂这些东西 我就说 学了 一起学 我也有很多东西 你跟我一起学 可以吗 你想想 其实 78岁 他现在都受着 原生家庭影响 是吗 他现在要重新 去调整去改变 你见不见到呢 那个原生家庭 对我们的威力 是多大 好了 当你意识到了 不知道你意识到多少 究竟怎么可以改变呢 怎么改写你的人生呢 这个剧本 不一定要这样重复发生的 可以改变的 好了 那我们再看了 是吗 15点 这个的 改写人生 其实 我们转向是什么 从天父如何看我们 天父如何看我们 我们获得医治 所以第一步 我们寻找根源之后 我们要经历医治 这个医治就是 天父如何看我们 是吗 第一件事 在基典里面 神主动的寻找 一起说 寻找和主动 神是很主动地寻找基典 你见到 第十二节 耶和的使者 是向基典显然吗 跟他说话吗 基典你就是带来的勇士吗 其实借着这句探访 借着这一个亲自主动的寻找 医治了基典 是什么 你不是被丢弃的 是 没有人放弃你 我都不放弃你 是 让他知道 神是珍惜我 甚至今天你里面 有时会觉得 好像有人丢弃你 或者这个世界丢弃你 这个社会丢弃你 但是神告诉你 你是被珍惜的 你是很重要的 阿们 哈利云 不过很重要 有一个关键就是 基典都要打开他的心门 去让神介入 对吧 对吧 神要跟他说话 他都要打开心房 叫他能够经历神的医治 和接纳 和更新 阿们 所以今天你有没有打开心门呢 第二 神的挑选和肯定 刚才我说 在六周十二节 神跟基典说 你是大能的勇士 一起说 大能的勇士 不过对基典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为什么讽刺 是 觉得我是 最贫穷的 最微小的 没有人看得我顺眼 但是神所看的基典 是不一样的 他就是大能的勇士 他是天国的勇士 他拯救他的家庭 他家族的一个基督的征兵 阿们 哈利尼亚 他里面 其实很大的讽刺 不过 藉着神的肯定 这个挑选 医治了基典 你不是没有价值的 你在神眼中 是很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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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的 所以跟你身边的顶尖妹们说一声 你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三 神的恩慈和怜悯 第十四节 以后说 观看基典 记住 刚才第十三节里面 基典有很多牢骚 有没有搞错 神你去了哪里 找不到你 你搞到 是不是你搞到 我们整个家庭和家族搞成这样 你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在这么牢骚之下 神的反应是什么 神说 你现在拼嘴吗 拼嘴拼嘴 拼你两巴 是吧 我们会不会这样 但神不是 以后说观看基典 是吗 这个观看很重要是吗 他用这个 怜悯的心 注视基典 是吗 即使 告诉他 即使你是这样表达 即使你这样 埋怨我 是吗 我都很接纳你 我都很接纳你 不要怪责他 不要怪责他的 质疑和不信 以自己的能够经历到 他内心的 是的 很多人不接纳他 否定他 让他经历到 神永远都接纳他 所以今天 神都永远接纳你 神用永远的爱去接纳你 即使你可能 有些事做得不太好 有些事埋怨神 但神都永远接纳你 Amen Hallelujah 然后跟着 神的鼓励和呼召 第十四节 是同样的 第十四节 他说 你靠着这个能力 去从米丁人手里 拯救以色列人 不是我参显你吗 是我去参显你的 你觉得自己 不行 不要紧要吗 你要肯定就是 是我参显你的时候 我会赋予你的能力 赋予你的权并 以使你能够可以为主大雅得性的杖 所以藉着这句说话 神医治了基典 是什么 你不是不被信任的 身边人不信任你 否定你 但我信任你 你是可以的 是因为我差遣你 Amen 你可以做到的 凡靠我 加给力量的 凡事都能作 Amen 最后 神的同在和德性 医治了基典 是什么 在第十六节 神对他说 我与你同在 就好像 激打米丁人 是如同一人 哇 米丁人 是整队军队 我跟你一起 就好像 你只是打一条人一样 是必然得性 Amen Hallelujah 医治了基典 他不是独自面对的 因为 在他原生家庭 其实可能很多人 否定他 放弃他 离弃他 他只有一个人 我怎么打 谁陪我 由小到大 我都是孤单一人 但是神他说 我与你同在 我与你一起 Amen 让他知道 神与他一起支援 是让他经历得性的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穷顶姐妹 今天 你体验到 天父如何看我们吗 我不知道你 今天透过这个分享 原生家庭 对你的影响有多大吗 可能是有 可能没有 如果没有 恭喜你 你可以借着 今天这篇到 去牧养身边的人 如果你有的时候 我鼓励你 你寻找根源 勇气 很有勇气的 面对这个原生家庭 对你的伤害 以致你能够经历 Amen 一起起床好吗 请敬拜 Hallelujah Amen 请敬拜 今天是一个相当好的一天 是什么 让你有些沉淀的时间 是什么 去思索 我们的原生家庭 对我们有些影响 当然 刚才说 有不好的影响 有些不健康的影响 但也有些健康的 是吗 就是不要说到好像 全部都好不好 很差的 其实总有一些好的东西 今天在我生命里面 我都算是慷慨的 因为我父母也很慷慨 亲人吃东西 也会主动有些亲友 一起开派对 大排演绩 来家里 所以不多不少 我都会有些款待人的 一些心 一些款待人的态度 等等 所以是好的 其实是好的 我爸爸 我爸爸虽然关系不太好 但是他是很正直的 其实 他不会做一些 叫做一些 不道德的事情 所以我里面 也有一种 不少不少正直的心 在我们里面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 我们先不要看 那些不健康的事情 好像受伤的事情 你先去感恩 好吗 你感谢神 感谢神给你一个家庭 总会 你从上一代 你的父母里面 在这个家庭里面 找到一些好的东西 你值得感恩 是吧 你一定要感谢妈妈 是吧 她十月怀胎 很艰辛 她都要生你出来 其实 她摆上一个 很伟大 很犧牲的 一个moment 去呈现给我们 是吧 想起的时候 你就可以感恩 好吗 让我们一起开心感恩 好吗 我跟你们 谢谢 谢谢 一下 和大家 我们 talked about 啊 我们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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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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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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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